秦楚玉答应要带两位小伙伴参观皇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皇宫虽然很大 但是却没有多少适合儿童玩的地方 真相就是为了不让皇子玩物丧志 我们去做房子吧 最近小金空十分痴迷建筑 许周周点点头 虽然七岁了 可他也好想玩泥巴 秦楚玉更是没什么意见 秦楚玉虽说知道了糯米沙江的事 却没有急着去皇帝跟前邀功 而是先让下人照着顾锦鱼的法子调了一桶糯米沙江和一桶普通的沙江 待两种沙江凝固后敲打比较 普通的沙江一敲就碎 糯米沙江却硬如磐石 淑妃到底不是身归妇人 她在身攻臣服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不明白这种沙江一旦问世 将会给昭国带来多大福祉 这个功劳可不比风香小 淑妃的心底隐隐生腾起了一丝激动的焰火 陛下在哪 在太叶池 好 走吧 是 他将五皇子如何发明糯米沙江一事娓娓道来 说完 他难掩笑意地站在原地 等候皇帝的夸赞 然而亭子里突然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书妃怎么也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顾锦鱼不是说这是他发明的东西吗 怎么一个四岁的孩子都会做 说非小五该不会是偷学了人家的本事 然后当成自己的公王冒任了吧 贵妃说什么呢 小五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那难不成是他们向小五通识的 贵妃慎言 本宫方才听到了 为了孩子说 他家人早就会做了 想 小五也早会做了呀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不是说小五昨儿才想出来的吗 我 那会不会是小五一小七提过 小七交给了那孩子 那孩子却谎称是自己家人交给他的 昨夜小七从国子间回来 便一直待在本宫这边 陛下也在 之后陛下将小七送去了东宫 贵妃倒是说说 小七如何与小五见面 小五又为何会把这件事告诉小七 是臣妾失言啊 你可以有证据证明 小五第一次做出这种沙江 是在什么时候 他总不是凭空想象的 总得做出来了你才信吧 淑妃彻底说不出话来 去问问那孩子 他家里最早做出这个 是在何时 他 启禀陛下 他说他们家邻居的墙 好多都是这种沙浆糊的 上个月就有了 刚也让下人出宫去避水胡同了 那边的墙确实是糯米沙江修补的 这下证据确凿了 沙江就是那孩子的家人 先做出来的 淑妃到底怎么一回事 淑妃后悔万分 早知如此 他就不上顾锦鱼的当 不来领这个功劳了 眼下他该怎么圆谎呀 不如把五皇子叫来问问 不可 咦 父皇 母妃 你们怎么在这里 母妃 你的脸色好难看 出什么事了 小五 你认识这个吗 这是什么脏东西 小五 淑妃说这东西是你做的 我怎么会做这种脏东西 这时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 五皇子连沙江都不认识 你先退下吧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还不老实交代 陛下 臣妾不是有意的 臣妾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郡主自知惹恼了陛下 唯恐陛下不肯相信他的方法 这才让臣妾谎称是想无想出来的 他说 希望能再为陛下效力一次 我哪里知道 他是窃取了别人的法子 如此说来 淑妃也是被蒙骗的 自始至终 只有他一人犯下了欺君举嘴 臣妾的侄女儿犯下大错 臣妾教导无妨 请陛下责罚 贵君之罪其实是很难严格定罪的 一般只有在造成极大后果的情况下 才会进行处罚 沙江仪式显然是没造成巨大后果的 陛下之所以还是耻夺了他的封号与郡主之位 看来是在借题发挥 抱歉啊 这么久没来找你 我也是那天从皇宫回来 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嬷嬷不让我出门 非关了我两个月 恭喜啊 对了 上次的事我还没得及谢你 要不是你及时做手术救我 我恐怕连命都没了 我是医者 不能见死不救的 你来就是为了谢我的吗 其实还有别的事 我想请你出诊 我知道我太堂扑了 应该早点和你说 不过我也是今天入宫给陛下和皇后请安 财务一中得到的消息 别人去看我不放心 顾娇出诊的对象是当朝的一位太妃 这位太妃并不住在皇宫 而是住在蒲己斯附近的一座安堂中 太妃娘娘 您怎么病成了这样 你来做什么 我不碍事 忙碌病了 这位是 太妃娘娘 这是我朋友 她姓顾 她的艺术很厉害 她是来为您治病的 顾姑娘 这是敬太妃 既是见真的朋友 别人不要拘谨 我不是什么太妃了 你叫我静安师太就好 师太从前也有哮喘症吗 从前就有 老毛病 春天犯的最厉害 可以治愈吗 很难根治 但可以控制 顾娇打开小药箱 拿了哮喘药与哮喘喷雾给静太妃 交代了如何使用 以及一些生活上的禁忌 太妃娘娘太可怜了 静太妃是皇帝的养母 皇帝生母出身未寒 只是个小小宫女 梅子格服于皇子 皇帝出生便被过激到了静太妃的名下 静太妃性责温和宽厚 就是她这种不争不抢的性子 才被庄太后看重 放弃那么多皇子不利 立了她的养子为帝